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羅永生 曾卓宜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徐文帝 徐楊帝 楊帝繼位 徐仁壽四年七月 即是公元604年 徐文帝駕崩 三十六歲的楊廣即帝位 改元大業 並以徐文帝為照為借口 毅薩兄長 廢太子楊勇及其朱子 遲年 他的弟弟漢王楊亮 以討伐楊素為名 在冰州起兵 楊帝派楊素鎮壓 楊亮投降之後 被休禁致死 在穩定帝位後 楊帝開始營建東都 歷時十個月 每月徵調文夫二百萬 東都在舊洛陽城之西 規模弘大 周長五十餘里 分為宮城、黃城、愛國城三部分 宮城是宮殿所在地 黃城是觀衙所在地 愛國城是觀尼斯澤和百姓居處所在地 愛國城有居民區一百漁方 另有豐都市、大同市、通遠市三大市場 徐陽帝常珠洛陽 將他作為東方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 政治上他企圖打破 由關隆集團壟斷仕途的局面 縱用了余世基、佩韻等南方集團官員 軍事上 在職位前 曾經參與與特決、揭丹之戰事 皆有所獲 在教育制度上 徐陽帝發展科舉制度 增設進士科 令到世俗門閥政治 逐漸改向科舉取次 科舉制度一直延續到清德中、光水三十一年 即是公元一九零五年才被終止 為古代中國的肉財政策貢獻甚至 古今風雲日文又和大家見面 我是劉應生 我是張卓妍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講徐文帝、徐陽帝的故事 好 我們上次大概講到徐文帝晚年 是因為對太子楊勇有看法 結果在開王的二十年 公元的六百年就更易了處位 由俊王楊港 即是大二十年頂替了太子之位 後來徐陽帝 即是俊王楊港 即是矯情識行 瞞騙到父親和母親 最重要的證據 就在徐書裡講 就說這個楊帝 有幾次邀請父母去自己家裡探望他 將自己家裡打扮得相當簡樸 並且家裡的琴封了陳丹 還斷了延 反映了自己 省到一個極點 沒錯 反映了他哥哥 喜歡大型的樂曲 一個很強的對比 我經常懷疑這個未必是一個事實 因為其實我們看很多資料都看到 其實楊帝早年 即是俊王早年 確實是一個善思好餘的年輕人 從唐書所寫 說他矯情識行 我是這樣理解的 首先第一件事 他下去這樣寫 或者批評他 即是說他得位的時候已經不正當 所以他後來的所有事都不正當 這是一個起點 我覺得事實擺在眼前 就是逆柱是徐文帝所執行的 還有在皇位的競爭裏面 每一個朝代的每一個人 從來都處於一個競爭的狀態 這個競爭永遠都存在 所以你叫他矯情識行也好 小心處理也好 即是簡單說 你快升職又怎樣 撿好一張桌 做好些好事 這個是正正常常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所以這些情況 就不能說他是矯情的 第二 儒生那裡 我很同意羅生的說法 因為其實文帝晚年 有一件事就是 他說 那些學校 挺浪費錢 不如我們減金一點 所以他沒有說消滅 不過就對一些很多儒家 當時的戴上府縮減 令到他不要那麼多學生 保持一定數量就算數了 簡單說就是 嚴貴 就不輕學 但跟楊帝後來 一即為 就努力地嘗試輕學 就是重視教育 你會見到那個分別 就是說他對這些事 是有軟結和有眼光 是啊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也都是史家比較忽略 就是楊帝的 當時駿王妃 這個蕭氏 蕭氏其實 在史書裡面記住 出身西梁 就是王族之後 史書記住說 這個人好得大體 好嚴熟 並且甚得這個 文帝和獨孤俠的喜愛 就是侍奉所謂的 老爺奶奶 相當之到位 所以其實我們不能夠 忽略了消後 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個作用 所以 傳統史書上 這裏 可能就是概觀定論 總之楊帝做什麼都是不正確的 所以早年他的很正直的行為 或者很恰當的行為 都比史家形容到 所以 矯程先生 我覺得有點過分了 我們一般對楊帝的印象 我借用普通人的身份去說 我們很多電視劇都有說 楊帝就是一個暴君的化身 簡單說 有浪費 鋪張 曾經去玩 去建運河的那些 全部都是為了送些女人去享樂用 當然不是 總之就是一個感人 你亦都沒有說他錯了 就算是史書 都對他寫得很差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楊帝 韓朝立國的規模就是以除王為鑑 最好當然是誇張了文帝和楊帝的負面行為 所以其實從很多事都顯示 早年的做進王 甚至職位前後的楊帝 其實很多事情 正面被輕輕略過 反而強調了負面的行為 正如我說他善師好餘 是不是 建構大帝國那種視野 這些都會慢慢跟大家說 都是在唐人筆下被輕輕帶走了 反而強調了那種所謂謊人無道 奢華 好大喜功 當然這些不是說不正確 亦都有一定的事實基礎 但是並不是後來除陽帝的全部歷史內容 所以有機會我覺得 一定要跟大家確清某式的問題 沒錯 我知道羅先生這方面 鑽研都花了很多時間在文帝、楊帝身上 所以故意借著我這樣的普通人的角度 給羅先生為他們兩位翻案 有一點我真的要問你 譬如說 我們說楊帝年號叫大葉 即很多人說他 你都是想享樂就是怎樣 但你聽到他 大葉這個年號都已經證明他想做些事 其實我寫的文章就探討過 其實楊帝早年受到儒家思想 譬如孟子春秋經等等的影響 其實他有一種很大的事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黃土 所以其實他有一種以儒家那種所謂的 德威相父這樣的理念來奔復四義 所以有一種很大的前瞻性 他不甘心做一個小國寡民君主 希望做一個千秋萬世千古一帝的帝君 亦都有一個這樣的基礎 因為他父親承襲了太過豐富的資源給他 他自己也是傲視同群 因為他的出身背景 他的歷練確實是當代頑固 是無一能及的 因為他既有關龍的背景 又有江南漁學的世紀分圖 實際上當時是第一人 所以他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信心 是建構過所謂的大帝國 所以大葉這個年號 確實是跟他那種視野的氣勢是有關係的 不過很可惜 因為後來他都失敗了 大家知道 所以後來唐朝忍就很活該 就給了一個所謂不好的嗜好 叫他楊帝 非常壞的 楊子這個 如果照古籍來說 他有一個所謂的事法考 他的意思是怎樣 去禮遠中若楊 即是說離開禮 和脫離群眾 另外還有什麼 叫做好內遠禮也叫楊 好內怠政也叫楊 總之三個楊都是負面的 其實唐人只看到楊帝負面的地方 而將他正面的全部是輕輕略過 這個似乎是太不公平 我覺得是 是的的確是 還有如果楊帝或文帝兩位 是一個完全無可救藥的暴君的話 其實所謂徐末的群雄 即唐初的群雄 根本就不需要放著眼 殺了他之後還應該白手歡呼 但你會發覺實質上是什麼事呢 就是李嘉天下之堂的時候 一開始都還要找徐朝的法律皇帝 去繼承大統 其實代表什麼呢 就是徐朝的統治是有高度合法性的 但就算他不是失德而亡的 他是有一種無奈的消亡 所以你才會用這個法律皇帝去做過渡 是的 即是那個法律皇帝就是楊帝的孫 楊友 即是後來的徐公王 是的 古今風雲人物 徐文帝、徐陽帝 主持羅永生、曾卓妍 作詞作曲 作詞準備 當所謂的文帝廢了養養立了楊廣之後 前後有大概四年的時間 其實當時史書記者就說 獨孤後就在楊廣做好太子之後 不久的公元603年就先走一步 到了晚年的時候 到了及後文帝身體就不太好 經常都臥病人壽宮裏面 於是很多時候太子就要所謂的上朝理政 甚至人壽宮裏面匯報證務給所謂文帝知道 漸漸就令到楊帝跟外朝接觸越多 當中跟當時貴為左博弈的楊素交往更加多 因為楊素大家記得上一次我們提過 楊素協助楊廣從某些地方散播負面的能量 抹黑羊羊而令到能夠上位 當時兩人曾經不斷有書信往還 據史書叫做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定的合理性 據史書叫做人壽大概四年左右 當時文帝的身體已經每下預放 於是太子就經常跟楊素談論正事 甚至乎書信往返當中提到文帝千秋之後 應該怎樣處理 這個事情在古代來說相當之大逆不道 因為網談所謂天子百年是半逆不經 而有這麼巧這個所謂信 就輾轉入到文帝的耳中 令文帝對兩人的交往 對這個甚至太子楊廣有另外的看法 大家知道 我們上兩次經常跟大家說 文帝是一個很猜忌的人 連自己兒子也不信 一旦聽到 現在太子跟權傾一時的楊素 左伯奕在那裡傾談我身好之事 那是不是想謀朝三位相接壞 即是走我死 沒錯 所以思想亦有些轉變 據徐書記者 他收到這封信之後 猛言說 這樣的兒子真的不配做太子 獨孤不我獨孤不我 這句話很有名 當然如果不是他的皇后獨孤氏 一力廢勇立港 他不會信從這樣的做法 所以這裏也有可能少少的專例出來 但是在這裏也有些巧妙 我們說當這個信息 文帝獲得了之後 於是照他兩個親信 一個叫柳術 一個叫袁南 就是希望部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據徐書記者 當時文帝就命令這兩個親信 就叫他找太子進來 訓話一番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後來傳統的史家 就經常強調 這一次文帝所謂的太子應該說廢太子洋勇 很多學者都是這樣說 但我對這個說法持反對意見 因為當時洋港已經做了太子 已經四年多了 大家都覺得這個所謂太子有一個人 就不一定不是廢太子 只能夠是現時的太子洋港 所以我對很多學者所說 甚至後來傳統史家司馬光所說 文帝所說的太子是指廢太子洋 我覺得這個是難以成立的 其實廢無可廢的 其實當時別無選擇 大家知道他的猜忌之心 其實除了楊廣 還有誰可以代替 就是那五個兒子 一個早死一個被廢 另外兩個也是同在猜忌之列 所以很難說他有機會換 所以這裏也是帝制的必然問題 就是你將死了 你的選擇其實只有桌面上那幾個 所以我同意羅生你的說法 所謂廢倒太子其實都是奢談 是的 並且與此同時 亦都在所謂的人壽晚年 人壽宮中傳出一些所謂的醜聞 就說這個太子對這個所謂的樹母 孫華陳皇后、張皇后等 有輕薄之事 甚至乎 趁這個所謂文帝病外床上 對這兩個所謂樹母 採取一種越軌的行為 於是令到文帝撥然大陸 我覺得這個說法 亦都有其可疑的地方 因為傳統史書 經常強調楊帝是一個 荒淫好色的君主 但實際上我考究過 楊帝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說是 荒淫的君主 他一生只是一個皇后 有名的妃嬪大概 我找到六到七個 他一生生了三個兒子 兩個是所謂的蕭皇后所生 另一個也是蕭皇后的親戚 蕭嬪所生 他生了三個兒子 女兒也有幾個 所以根本上 他所有子女的總屬莫 不及他母親 那麼多 他母親就是獨孝 生了五個兒子五個女兒 再加上 楊帝對蕭后是兼貼情深 至死不如 所以我寫過一兩篇文章 亦都講過這個問題 我說絕對 我不相信楊帝 是會有一些所謂的 因為好色 因為貪戀女色 而做這樣的越軌行為 敢於挑戰這個王權 我認為是唐人的刻意描寫 甚至後來的將回小說 什麼徐陽帝 艷史 徐唐演義等等 都講到徐陽 就好像一個好色之徒 我覺得這個是不正確的 裏面有幾個前後的差異 就是說如果你說他是好色之徒 我們沒有承認或否認 他做了皇帝不好色 是大件事的 因為他有後的 但是你說他在登位之前 做越軌行為 就應該是一個大問號 你想想如果一方面 又說他懂得騙人 又說他誠苦心 轉頭他臨登位搞事 我覺得這個就是 簡單講就是一個內座的矛盾 但是反過來講 楊帝對於陳皇后 或陳貴仁 的確是有一些很掛念他的 因為徐書也有講過 他為了陳貴仁寫神相符 當然你說他寫神相符 是不是就是記情 還是記息 其實中間有很多可以著墨的地方 沒錯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 一些小插曲 簡單來說就是 人壽四年到五年之際 我們說文帝已經病入高峰 結果徐書記住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講的 當文帝召了太子入來的時候 太子是戴了他的親信 太子的蛇人張行入來 並且將所謂公裏 人壽公裏所有的宦官 以至所謂公裏 全部把他們排除了 叫他們走散 即是人壽公裏只有三個人 就是病我隆床上的文帝 太子楊廣 和他的親信張行 結果 史書記住 當這次三人在人壽公裏 談不久之後 傳出文帝駕崩的事情 所以這就成為後世世家 攻擊的地方 楊帝指使張行去視乎 苦刑苦聲 甚至在徐書裡面 很多明示暗示 就說文帝的死 是直接跟楊帝指使張行後 視君有關係 甚至後來的通鑑 大葉一些小說 都是承襲了這句說法 沒有辦法翻案 反過來 如無門之便 唐詞也不敢翻案 即是誰敢搞呢 即是那時的事情 其實沒有辦法 是真的有一個確切的證據 不過怎樣也好 即是如果故事 真的只有那些三個人在裏面 楊帝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可疑之處 如果真是三個人的話 即是史書這樣寫我們 沒有其他的證據 即是假的時候 我們就沽謀信之 但我們說這個也是次要 文帝就在公元的605年過世 楊帝當時就明正言上登位 改完年號約大葉 就是大葉元年 就是公元的605年 當時這個楊廣大概是36歲左右 這樣楊廣職位之後 確實是想大趕一番 沒錯 因為正如我上兩次所說 他有豐富的資本 國歷如日方充 而他自己都傲視同齊 他自己覺得自己紋偷無落 無人可比 因為從很多小說裏面 很多筆劇裏面的 提到徐楊帝很自負 他說如果天子考試可以 我都完全可以考一考到 我很有信心 靠我考試 我都要考到天子來做 歷史上只有兩個皇帝 這麼誇獲 一個就是他 一個就是後來的康熙皇帝 皇帝說如果我考狀元 一定是可以考到 並且拋離那些人很遠 因為他看過那些狀元的卷很差 所以其實楊帝 真的有他的學養背景 沒錯 還有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認同 我們不認同是建功立業的 皇帝應該向外逼鄉土 搞好經濟 如果我們不認同 那沒得說 因為這個幾乎是 中國有為皇帝的一個評價標準 幾千年裏面 大家對皇帝就是用一種這樣的評價 所以你說那個皇帝會不會用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想法去做事呢 你否定他的話 中國歷史也沒有法談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現在他面對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嚴重呢 就是一個長期分裂之下 留在一個局面 例如這樣說 南方基本上是自保的 簡單說就是 無論是所有交通 道路 連結 南北其實是有差異的 是完全不拉間的 盡量保持疏離 然後呢 因為之前北方也有一個長期的分裂的狀況 你說北方也有很多整頓的部分 還有呢 在偽進時期一直積下來 就是北方 無論是遼東那邊 或者是正北方 或者是西邊的地方 其實各自都有很多強力的外國在外國 所以這樣的局面之下 其實如果楊帝呢 如果你不肯做 如果你不努力地去做一些事情 將政壞這些問題能夠解決的話 其實你可能面對的話 就是另一次大的分裂都不一定 是啊 那究竟楊帝去積位之後 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去做 什麼舉措 留下一次和大家分享好嗎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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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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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